接下来这事呢是发生在太原市公安文庙派出所门口 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大爷带着一家三口啊 是躺在派出所门口不肯走人 而这位大爷记者可不陌生啊 早在二十多年前 他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过 当时他遇到的事呢 也是在节目当中引起了探讨 那么这位大爷是谁 现在又是怎么了 要来派出所门口闹腾呢 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这一梦事发生在10月19号上午11点 在太原公安文庙派出所门口 这位大爷竟然躺在地上不起来 那这大爷是怎么了 大爷新客今年67岁了 爬在大爷旁边的是他的老爸 那这老两口这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情绪激动的大爷一直这样说 担心大爷出意外 大会叫来了120急救人员 眼前穿着皮衣的这名男子 是贺大爷的儿子 他说了父亲是一名环卫工人 那是谁打了贺大爷呢 贺大爷的儿子说 父亲被打的事那是发生在二十多年前 这是9月25号记者拍到的画面 当天晚上7点 当记者来到太原市武夷东街的时候 看到一位穿着环卫工服装的大爷 躺在一辆白色的交车前套 神情似乎很痛苦 我们可以认得出 这位大爷就是贺大爷 记者看到贺大爷的左脸夹上有明显的血迹 大爷一直说自己是被人打在了地下 那么贺大爷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周围不少路人也看到了当时的情况 反正说我怎么怎么地 开着宝马你开着起 反正就说各种不赌心的话 哎呀一直在侮辱那个大爷 接着这时注意到贺大爷是躺在一辆宝马车前 车旁还站着两枚公娘 不少目击者说 当时看到三个人打得非常激烈 当时我就在旁边就在那站着 然后到大爷在那扫子了 后来那女子两个女子 一开始那个女子在美容院 然后出来的时候是 打的时候是两个女子先动手打的 先是一个女子打的 后来那个女子跑出来打着那个男人一起 然后打得挺凶的 然后全程都是辱骂呀 什么吹嗓呀什么都挺凶的 他们都说是车主骂 然后我来的时候也在骂也在打 那个女子打着大爷 大爷拿那个 他不是拿那个扫板 然后打着他一下 然后后来跑出来一个女子 就两个人一起打那个大爷 就是本身就是语言性的攻击 侮辱 你说谁都有人格里 要就我说气氛不过了 我都上去揍他 很多目击者说起当时的情况都非常的气愤 大家看到的都是两个女孩和 环卫工大爷牛仔在里一起 把大爷的裤子都打掉了 甚至有人看到两个女孩拿出了一个东西 一开始这个车主下来 他们说的是拿狗链子打的 不是光看就打了 就是说他们在那一直 老大爷在那站着 他拿一个狗链子 一个东西 站着老大爷那个脸上一直水 老大爷一直就在那站着 也没还手 对 炸的了 那两个人就是说打那老头的嘛 就打得可厉害了 拿什么打你看到没 拿那个就是那个狗的那个链子嘛 就双狗狗的那种链子打的 是的是的 你看到这个大爷打他们俩 有没有还手 根本就没有机会还嘛 没有机会 对啊 他们是两个人呀 大伙都看到 环卫工人贺大爷 与两位开着宝马车的年轻女子 发生了冲突 那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 都市110记者报道 看到这儿呢 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了 也都想起来了 这位贺大爷就是前段时间 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 那位和一辆宝马车上的 两名女子发生冲突的 环卫工大爷了 当时对于随先动的手 又是因为什么起了冲突 双方是各说各的理儿 也一度引起了 节目当中的一次大探讨 而如今的大爷甚至带着家人 一起来到派出所门口 一直不肯起来 又是因为什么呢 二十多天的时间之内 一方是宝马车主 一方是环卫工人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 怎样不可调和的纠纷 事情的真相又是什么 稍后回来我们将接着关注此事 大家不要测过 刚才我们看到了 一大把年纪的环卫工贺大爷和老伴呢 是躺在派出所门口 不肯起来哭哭啼啼 看上去挺让人着急的 而这位贺大爷大家并不陌生 早在二十多年前呢 因为扫马路的事 他和两名年轻女子在大马路上呢 发生了冲突 甚至动了手 那么当时这样停在路中的宝马车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会引发他们之间的纠纷 事情最终是一个怎样的处理结果 如今贺大爷和家人躺在派出所的举动 又和这次纠纷的协商调节有关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是因为垃圾桶旁边有一块室了的玻璃 老大爷他不是扫卫生的吗 他要去打扫那个扫那个玻璃渣 可是那个人刚好停车 就把他的车停到那里 他在那扫了 他是说玻璃渣子建到他的车上 让他不要去扫了 大爷就说 我就是干这个的 就必须得扫 那个人说 你不要扫了 你把我的车都滑到了 就一个字 两人就给纠结 吵起来 你够你啊 你上来拉就够你 打死